本次参赛的作品名称为 以物联网实现智慧家庭之研究 等专题特色 除了基本的智慧家庭控制 也有智慧居家照顾、房道、节能等服务 提供了全方面的居家功能 本专题功能 一、使用低成本架构简单的模组电路 可以在一般住宅直接安装 能改善智慧宅迟迟无法普及的问题 二、通过手持行动装置 达到远端控制家电的功能 三、能用语音辨识的方式控制家电 四、本作品利用红外线侦测功能 分别可完成房道及节能的功能 五、当处在家中的人有危险或有紧急事行时 只要大声呼救 透过智慧行动装置收到讯息 同时可开启网路摄影机 能清楚掌握当时状 我们专题有三种控制方式 第一种为智慧型手机 手机可以利用蓝牙和连上网来控制家电 蓝牙是近端控制 而网路则是远端控制 网路可以扫描QR Code 开启网页 让屋主能够方便地控制家电 那么现在利用网路来控制家电 现在电灯开启 电灯关闭 风扇开启 风扇关闭 音乐开启 音乐开启 音乐关闭 现在三个家电同时开启 三项家电同时关闭 蓝牙是利用手机上的蓝牙来控制家电 那么现在电灯开启 电灯关闭 风扇开启 风扇关闭 音乐开启 音乐关闭 现在所有三项家电同时启动 三项家电同时关闭 而第二种为电脑 连上网路来控制家电 那么现在使用电脑来让电灯启动 电灯关闭 风扇启动 风扇关闭 风扇关闭 音乐开启 音乐关闭 第三种为语音辨识模组 只要讲出家电的名称 就可以控制家电 那现在电灯开启动 电灯开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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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介紹紅外線偵測模組 現在的狀況是屋子裡有的 所有家電都可以正常啟動或關閉 但屋主離開屋子的時候 忘記關閉家電 那麼紅外線模組就會偵測 房屋是否有的 然後在關閉家電 達到省電的效果 現在的狀況是屋子裡沒有的 如果屋主進來屋電的時候 電燈就會自動開啟 接下來介紹防盜系統 當屋主離開屋子時 若有人入侵到屋內 紅外線感測器會偵測到人 並且傳送訊息到屋主手機 發出警報聲響 來告知屋主現在正有人入侵到屋內 這邊卡住 字幕揚聲響 按鈕 按鈕 領利開啟 按鈕 按鈕 只要呼叫求救 呼叫 求救信号将会传送到屋外的人的手机 并且显示出屋内的现在状况画面 这样的系统功能不但可以降低意外的发生 甚至可能拯救到人的性命